Wake up! Wake up! 今天任務是白朗峰法國區 白色少女白朗峰是歐洲最高峰 我們這次要用雙腳徒步環繞白朗峰一圈 全長大約170公里12天的時間 讓我們一起沐浴在阿爾卑斯裡吧 我終於來到7到19的白朗峰了 我現在白朗峰的氣墊來Push 然後我要展開我們12天 逆時針環線之旅 白朗峰總會經過三個國家 法國、義大利、瑞士 所以我就以國家來分成三集 然後這一集法國的重頭戲 就是會在環線的最高點度過我的生日 這次法國去的路線我們會走三天 第一天今天會從Let's Push 一路走到Let's Contain Minute這邊紮營 然後第二天這邊一路走下來 到支線的交界處這邊就紮營 然後第三天就是重頭戲 我們會走支線高繞到上面 就是環線的最高點 然後一路走下來到義法交界區 這邊我們會也贏 那就Let's Go! 第零天 正中出發 抵達倫敦機場 登山報直接託運 要上飛機啦 兩個多小時 抵達瑞士日內瓦 休息一下 接下來到這邊 轉巴士 一個半小時的車程 抵達法國夏慕尼 隔天一早 打公車上山囉 出發 公車下來這邊就是起點了 經過起點我們要直接往前開始了 這間是我們真是的夥伴 前面一段這邊我們是走在主線上 所以旁邊都還有公車可以經過 你們看後面的風景 已經是群身環繞了 現在差不多走了二十分鐘了 然後我們要來搭纜車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我們今天跟你們的路線 都是走主線到搭營的地方 如果正常走下來 我看登山客我們介紹 分享大概是要走八個小時 不知道有沒有寒休息 然後我們今天第一天 想說不要那麼累 而且加上我們今天有兩位新手 他們是完全沒有背過重裝的 所以我們就打算第一前面這段上升 我們先坐纜車 我們現在搭纜車的位置就是 這邊新年然後我們一路搭 搭來這裡 然後這邊就算是最高點 然後我們去買票吧 好啦我們要來搭纜車了 在登山風環線其實很多地方 可以搭公車跟纜車 所以如果你真的累了受不了了 不要勉強自己就去搭公車吧 是搭纜車 大家休息了 放包休息看風景 十分鐘下纜車了 然後現在呢我們直接爬升了八百公尺 超爽 因為如果你正常沿路走的話 大概要走兩三個小時吧 或甚至更多 超美的啦 因為我們現在高點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直接一直是下坡下坡 然後我們現在其實在支線上面 我們等一下下到主線去 前面這邊是滑雪的纜車耶 所以冬天的時候這邊其實是可以滑雪的 剛好有火車 我們走下來了 這邊是Codevosa的火車站 然後這邊是津天路段主線的最高點 台拔1659公尺 這邊還蠻適合休息的 因為有廁所 它有地方可以裝水 所以我們就來休息吃午餐吧 帶你們開箱一下高級的廁所 木頭的 木頭的香味有洗手的 紙巾 那個洗手乳 大垃圾桶 欸超讚耶 休戰小時出發 經過我們休息的這個火車站 我們要繼續往前走哦 從這邊開始緩波下降 白朗峰就在旁邊 山屋竟然有冰淇淋 走走走走 下行李 看到那邊有冰淇淋 我們就來吃冰淇淋了 我們其實走一個很佛系的行程 在那邊看風景 這個山屋看起來超幽災的 超涼快的 這個應該可以結合 這個好棒哦 結果坐在這邊太舒服了 我們一休就休了 一個小時 我們中午就要繼續往前走 一直走下坡的路 我們其實剛坐完纜車之後 沿路一直下坡一直下坡 膝蓋真的很痛 倒著走會比較舒服 有聽到溪流的聲音了 然後現在在樹硬底下 不然剛剛全部都是裸露的 我們的賽道超熱 這邊剛好是河流的水氣 上來的地方 這邊超涼的 冷氣黃的感覺 在西邊真的超涼的 終於有比較像在台灣爬山的感覺 但是呢 現在是瘋狂的上坡 我們今天每一個人負重 差不多 11公斤 12公斤 不曉得 上來平路了 到Chapos的20分鐘 兩位第一次負重爬山 感覺如何 我剛剛原本早上還覺得 這重點還好 媽的 滿足 滿足 你達成你的夢想了 平路平路 好開心 感覺快到了 跟著這個T&B的指示牌 又滿清楚的 走了一個半小時 我們上一集 然後我們休息一遍 Let's go 這邊是海拔 1225公斤 然後我們休息一下吧 這邊有地方可以裝水 在這個城鎮怎麼走都好美喔 我覺得應該說是用我們雙腿走下來的路 怎麼看都很美 真的超美的 可以看到整個城鎮好可愛喔 馬上迎接大下坡 我們要下降大概220公尺 今天太陽實在太熱了 我們也背得很重很累 我們只能看著這個牌子倒數 我們還有多久會抵達 我們現在目前是安排要抵達 可以坐公車的地方 叫做La Chempel 這邊距離現在還有40分鐘 加油加油 我們現在走到一半了 因為天氣太熱了 現在氣溫30度 我們背得超重 決定睡在這邊休息一下 現在跟著Google的地圖走 因為T&B的有點繞路 我們就決定跟著Google的地圖走比較近 但是我們現在走到一個主線道上面 終於看到公車站了 看不太懂 巴士的時刻表到底是怎麼寫 他剛剛提議說我們可以這樣 他們兩個現在已經累到了 已經要打扁車了 真的嗎? 真的嗎? 4公斤 是真的嗎? 你確定嗎? 謝謝你 怎麼那麼順利 走路的話要46分鐘才會到 我們開車4分鐘 走 真的太開心了 有便車可以搭 我們搭便車體驗 我們來到 Let's Contemina Bonjour 搭便車真的好開心 有點復活的感覺 然後我們現在先來鎮上買東西吃 來到這個小鎮好可愛喔 秋秋復活了 我們先來逛超市 補給晚餐 爬完山有超市可以逛 怎麼這麼開心 買完東西來門口休息一下 在城市補給完之後呢 我們要走最後30分鐘 我們要去營地 加油 我們今天的住宿點 好累 快出山走了 終於抵達我們今天住宿地點了 現在時間晚上7點37分 好累喔 所以我們今天走一整天嘛 我們差不多10點出門 然後走了蠻長一段 所以我們有坐纜車 也有搭便車 但是因為我們附送 像今天天氣真的超級熱 我們第一天算是蠻累的了 好 那我趕快去搭帳篷 搭完我們的兩頂帳篷 我們今天就坐在這個營區裡面 然後現在來煮飯 這碗車怎麼樣 好 零薯燉牛肉 那還不錯吃 知道我今天吃泡麵 最方便的東西 也是在山上最好吃的東西 然後晚上一起在廁所拉筋 早安 今天是第二天 然後因為我們昨天太晚回營區了 所以我們現在來不介紹 我們這邊的營區叫做 LAB TORNET Camping Site 營區都大概長這樣 這麼大的地方都可以搭帳篷 然後呢最特別的是 他們的廁所 帶你們來看 有淋浴間 而且淋浴間裡面是乾濕分離的 這樣可以把東西放在這邊 然後在裡面洗澡 也有洗手台 這邊可以抓牙洗臉 這邊還有催風機 還有茶座可以充電 這邊是廁所 是不是超棒 台灣的山區不可能有這種東西 然後如果早上起 從餓的話還有餐廳 晚上的話還有披薩彈車 翻浪風算是基本的健行步道吧 所以如果你沒有什麼基礎的人 來這邊也是可以好好的享受 這邊的風景 就不會讓你這麼累 然後還有一點 剛剛我們認識了一個大陸的姐姐 她跟我們說 如果你背包太重的話 你可以寄背包 這是什麼服務啊 就是如果我們今天背了好像10公斤好了 你不想背 那我們就可以請山屋的人說 我們下一個地點要到哪一個山屋 然後請他們寄整個包到另外一個山屋去 我們披薩的時候就會到了 然後他說寄一次大概10歐以內 我們沒有去問價錢啦 但是就是有這個服務 你們可以自己去查一下 好 第二天我們上完裝備要起燈了 但是今天 我們要跟陳陳說再見了 剩下我們三個呢 我們今天要繼續往南走 我們要走到南邊的一個 跟支線的一個山屋 陳陳跟我們認識的媽媽姐姐 要一起出去玩了 剩下我們三個人 那個地點要走4個小時 就是我們今天的目標 但是我們的山屋呢 還在這個地方還要繼續往下走 開始今天的上坡路段 我們看地圖 我們今天呢大概要上升1000公尺 一路走上去耶 已經滿身大汗了 然後其實剛剛沿途經過很多 也是跟我們一樣的背包客 然後經過就跟他們說 Bonjour 然後打個招呼 其實蠻好玩的耶 我們來到125公尺 旁邊的馬兒 很多人都背著大包小包 帳篷 看有人穿拖鞋走路也太厲害了吧 差不多一個小時多一點到 Refugee Denet Boren的山屋 一些餐廳吃的都可以在那邊補給 我們裝個水就要繼續走了 有一個休息區有座位 休息喝個水 我們要繼續往沒有遮蔽處的地方走了 等下又是大太陽 好多人都走到這條路線上 有同伴的感覺就滿不錯的 你好帥喔 路上在陽光底下真的超熱 等一下後面我們走了多長了 累一翻又熱死 我們一到陰影處就直接躺下來 繼續上坡 今天的路線呢就是一直在太陽底下 無限上升 一直爬坡 然後背包又超重的 還有人騎腳踏車的超厲害 累是累 給你們看一下旁邊的風景 上來之後這邊有一個廁所耶 你知道這間山上的廁所超讚的 是馬桶還有沖水還有衛生紙 然後旁邊也可以加水的地方 休息一下看風景 這邊還有牛喔 山上的水果最好吃的 雖然很重 但是大熱天吃起來 水分開心 那小姐你後面是什麼 在什麼 在後面 在後面 落石頭 我落石頭會就落石頭嗎 剛剛經過了一個路人跟我們講說 這一站是最後補水的地方 所以我們就一定要在那邊加滿 因為接下來可能還要走三個半小時 廁所走上來之後 這邊就有一家山屋 Refugi De La Blame 海拔1706公尺 山屋也有餐廳可以點餐吃東西 上來之後有一個岔戶口 我們往左邊 我們要到Kodubonhome 應該是那樣念吧 這個呢就是我們今天要扎硬的地方 現在距離2小時40分 累的時候回頭看一下 我們剛走過的路 從那邊一路走過來 都是沒有太陽遮蔽的地方 現在是無止境的石頭路上坡 看我們爬多高了 秋秋好厲害 爬上來之後看下去的風景 稍微下降一點 繼續往這裡 第一次重莊 就背這麼重 背這麼遠 在這個大熱和天底下 來到一群羊妹妹群 看一下我們前方的路 感覺也不簡單 又要上升 我們走了好遠好遠喔 在大熱和天底下 真的一直被曝曬 還有現在還有一點風 剛剛前半段 完全沒風的狀況下 真的很累 加油 加油 終於上來一點平緩路 歡迎來到2043公尺的地方 稍微涼一點 OMG 我們往前看一下等下要走的路 這樣一路走走走走 然後跑到這裡耶 再來大石坡 真是太久沒運動又負重好累喔 已經變慢動作了 真沒有放慢速度好不好 後面這條路真的太恐怖了 我們現在前面又要往上爬 你們看往前面的Low 目前呢已經上坡到非常厭世了 然後剛剛問經過的人 他們說大概還要半個小時 才到那個Cold Day什麼那裡 然後呢接下來還是繼續上坡 秋秋在這裡 好厲害喔 看一下後面的美景 雖然現在完全沒有力氣欣賞了 我真的是用意志力在撐了吧 每一步都非常的累 而且腳很痠 加油我們繼續往前走 要上來了要上來了 終於到了2329公尺 這邊是一個山口 然後距離我們住宿的地方 剩下一個小時了 剛剛從上一個山戶走過來這邊 差不多兩個半小時 休息 我們要走向最後一里路 最後一個小時 跟著路上換了這個T&B標誌 繼續上升 再來要開始攀岩地形 我覺得剛剛過完那個山口休息的地方之後 這一段路都還蠻好走的 雖然也是上坡 但是是緩善 會比較舒服一點 有沒有看到後面有人在做滑翔翼 他看起來好自由喔 這段路真的快樂太多了 都是我喜歡的大石塊 好多綿羊喔 感覺快到了 快到了 好多羊羊 走過來這裡了 你看我們剛走這樣 球球在這裡 我們三個終於聚集在一起了 剩下最後五分鐘 抵達我們今天的營地 這邊來到一個岔路口 這邊是枝線 我們明天會走的地方 看到了我們的山屋 今天出發到現在 我們總共走了7個小時15分 抵達我們住宿的地方 這邊是一個山屋 然後海拔24次3公尺 那今天呢我們要來搭營 好啦我們就在山屋的前面這邊 搭帳篷 都在山屋旁邊搭帳篷 這邊很累的 而且可以進view他的廁所 然後充電都可以用 因為今天風很大 旁邊這一帳的人 就主動來幫我們 確保有沒有大家的堅固 Too windy 他剛剛失敗了 他剛剛失敗了 謝謝他 我們要來煮晚餐啦 我們自己帶瓦斯 然後呢 大家請看 這是球球背上來的食物 你們要煮東西的話 就可以來山屋旁邊 這邊搖水回去 然後我們的帳篷 超可愛的 我給你們看 在山屋間欸 有沒有超美的 橘身愛頂帳篷 其實我們剛剛很累 有沒有想說 要不要直接 就說你看山屋還好看 但是後來他說 可能沒有位置 都是分開水 然後我們就來搭帳篷 然後發現其實搭帳篷也滿好玩的 然後又有認識旁邊的人 一起搭帳篷 我們今天的大廚 煮好了 我們的Chicken Tica 這個只要加水就可以了 好吃嗎 超美的 超幸福的欸 在這邊搭帳篷 然後後面有整個風景 然後太陽灑下來 好吃嗎 太好吃了 我們就在大自然的懷抱裡 好好享受這美景 現在差不多快到9點 然後可以準備睡覺了 那我來總結一下今天的行程 就是一路沿途上坡 然後在2000公尺以下的時候 我覺得天氣是非常的熱 你就要多喝水 我真的喝滿多水的 然後只有第一個跟第二個上屋 有補水的地方 接下來的話 就完全補水源 但是2000公尺之後呢 就非常的涼快 我覺得比較像在台灣爬山的感覺 還有補給品的地方 我們今天全部都沒有經過 可以補給食物的超商啊 或是小鎮什麼的 所以我們建議在 Let's Contaminate 那個城鎮的時候 就要把第二天的補給品給買好 好啦 那我們就明天見囉 早安 今天是白榜中的第三天 現在時間差不多 7點鐘 我們收完帳了 然後我們要去山屋吃早餐 先給你們看一下山景 太陽要從那邊出來了 因為我們忘了背景的早餐 所以我們昨天一到山屋的時候 就跟山屋訂了三份 今天的早餐 1份是11欧 所以它算是自助式的 就是它給我們麵包、果醬 然後可以自己塗抹 然後也有飲料 有咖啡啊 熱巧克力啊 牛奶啊 就可以自己去選擇 現在8點鐘 我們吃了早餐 就準備起燈了 然後大家有看我們眼前的 你瞧嗎 今天是我們兩個的特別運 生日快樂 生日快樂 跟山屋說再見 我們今天要回到昨天的那個交叉路口 我們要走支線高繞 到對面去有一個山路叫做 Montate 然後今天呢 大概要爬升320公尺 下降900公尺 我們走到支線跟主線的交叉路口 我們等一下要去call deathforce 這個最高點 是整個環線的最高點 有沒有像台灣百越的感覺 來你們看那一座山 我們到玉山了 玉山有沒有像 天啊 天啊 跟著紅色白色的標示走 我攀到岩石上面去了 然後看到後面的風景 好美喔 你們看這邊有一隻路 好可愛喔 半小時爬到我們整個百項峰環線的最高點 這邊海拔2665公尺 然後我們兩個都是birthday girl 你覺得我們兩個神經病 神經爬出來 來受苦 來受苦 我要怎麼自己 我脈背了12、13公斤 背帳篷 然後昨天沒洗澡 但是不過還蠻開心的吧 第一次生日在高山上過 OK 而且是在國外 而且兩個人一起過 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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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感動了吧 在山上遇到一群美國人 然後他們一起幫我們兩個唱生日快樂歌 接下來呢 我們的路就一路下坡了 這要溪谷那邊有一群人 跟著這個石頭堆走 剛剛這群人也跟我們說生日快樂 生日快樂 好開心喔 在綁一兩風前面也過生日 走在路上旁邊就有牛 他走出來了 而且他們每隻牛上面都有鈴鐺 會鈴鈴鈴 嗨!有牛 好可愛喔 我們離得越來越近了 我們走在這個西旁邊嗎 感覺如果冬天的話 這邊全部都是冰河 我們眼前的下坡路 他們在這裡玩水休息 繼續走 現在時間是9點45分 而且海拔還算高 所以我覺得沒有昨天那麼熱 然後現在走起來真的很開心 然後沿路上很多人看到我們這個綁帶 然後就跟我們說Happy Birthday 我們今天要來收集 看我們可以收到幾個生日快樂的祝福 你看我們要從後面那樣爬下來了 一直下坡 然後會經過一些溪流 驢子 這是白朗峰上面的碑公 我們現在好像今後人家菜園 白朗峰在我們後面 Glaciers的小山在這裡 我們要下去 我們兩個半小時從山屋走到 叫做Glaciers的這個村莊 這邊海拔 1789公尺 然後我們剛剛從最高點 2665走下來 所以我們總共下降了876公尺 膝蓋有一點點痛 在這邊休息 然後那邊有廁所可以去上 繼續前往這個山屋 Motes 有這麼餓嗎 哇 吃得到嗎 你吃得到嗎 如果這條不想走路的話 旁邊這邊有公車可以開過去 現在海拔降下來 然後太陽出來了 開始爆汗 真的很熱 好美喔 看著白朗峰前進 然後可以看到旁邊 有在牧牛的嗎 看看後面 我們剛剛走錯的路 接下來有一條小溪 有人在那邊玩水 現在這種天氣超適合玩水的 好想跳下去喔 我們休息的上路到了 吃午餐囉 吃午餐囉 太多 然後你們看後面的山景 超美的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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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我們在路上 不是說美國人幫我們上生日快樂歌嗎 然後我們在這邊遇到他 他們請我們兩個吃蛋糕耶 超美的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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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在生日被人家請蛋糕 然後是不認識的陌生人 完美的蛋糕 嗯 好幸福喔 聽說這邊山屋的廁所非常高級 帶你們來看看 哇塞 木頭的 真是淋浴間耶 哇塞 好啦 我們在這個山屋休息了一個多小時 因為這個山屋實在是太可愛了 我們被這個sash還要發酷 所以旁邊看到有人 都會過來跟我們說生日快樂 然後比較可愛的是 剛剛有一個妹妹拿兩塊巧克力 然後過來用法文說 因為我們一人一個 雖然我們聽不懂 可是覺得他是滿滿的愛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走到下一個山屋 差不多 還要走兩個多小時 接下來我們要上升六百 這一個山屋實在是太可愛了 回憶滿滿 我們走好高喔 你們看後面的山屋 我們剛剛在那邊 然後枝字形上升 一路枝字形 我目標是朝這個地方前進 就是異法交接的地方 走上來之後風景超美的 可以看到整個算是山谷嗎 現在看過去 繼續不停的往前走 好 這位人身太可愛了 看我們這個山 沿路就跟我們說 Happy Birthday 然後你們看一下後面的景 我們現在呢 還是一路上升 太陽出來了 熱啊 走了好高了 後面的山排那邊 這樣一路走過來 我們邊上升 然後離這個冰河 越來越近了 好累喔 我們兩個都超累的 拍了好久喔 然後秋秋竟然已經超前超前 我們超過的 我們現在每一步都非常的緩慢 好漫長的山坡路喔 看到我們的目標了 在那裡 兩個小時 我們從沙烏走上來 這邊是義法交界 2512公尺 它超強 整個上坡喔 它走超快的 趕緊拍照留念 走到義法交界啦 這邊的風實在是太大了 我們要趕快下去 我們下一個目標是 Refuge Elisabetta 出發喔 我的手機收到簡訊了 它寫Welcome to Italy 所以我們等於 我們走到義大利的邊界了 我們好厲害喔 我發現一個超酷的事情 我們現在到義大利區了 然後因為通常山友經過 我們都會打招呼 然後剛剛在法國去都是Bonjour 然後現在呢 剛剛都突然變成Ciao 突然走我們過來 眼前的風景 真的好美喔 還好真的比較平台一點了 加油 我覺得我們真的太幸運了 前三片都是大景超美 現在眼前一片全部都是山 然後山頭還有一些雪 第二天陳陳回家的時候 我也很想跟他一起回家 然後遇到一個中國的姊姊 她又說 白朗瘋狂是多少人的夢想啊 好 我們會好好享受這段旅程 是不是超美 有沒有值得 超美 你們看旁邊的山 好美喔 終於走下來平坦處了 這邊真的超美 我腳好痛喔 看一下後面我們剛走下來的地方 前面這三座山好像假的喔 跟著指標繼續走 好像看到山屋了喔 左邊那一棟 一個小時十分鐘我們走到山屋啦 在後面 然後這個山屋是號稱 好像最高級的山屋吧 但是我們訂不到 然後現在又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想要在這個山屋旁邊紮營 可是剛好聽到有人說 義大利的規定是 海拔多少以上才可以紮營 然後還有規定時間點 所以我們等一下先去問問看 到底能不能紮營 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我們就要走更長了 為什麼這個山屋上來還要爬坡呢 都累死了 義大利的法規是 2500公尺以上才可以紮營 其實我們有看到 我們今天原本要住在 那個異法郊界的地處 但是後來發現我們還可以再走耶 然後我們就好 把他推到伊比莎白這邊 這個山屋 然後呢 現在為了就是 沒辦法紮營 所以我們還在想辦法當中 看還有沒有床位 就先休息一下吧 這邊是山屋看出去的景 幸運的我們 我們剛剛原本想說沒有地方可以住了 但是我剛剛就去問櫃胎 沒想到還有會一直給我們睡 而且我覺得我們有點太晚到了 因為我們昨天幫我們搭帳篷的烏克蘭情侶 他們比我們早到應該有一個小時 然後他們一來問就說有床位 所以其實網路上沒有訂到伊麗莎白的山屋的話 然後現場如果你早一點來還有機會訂到 因為這邊有人沒出現 有人取消之類的 看看伊麗莎白有多美 就在旁邊而已 所以很多人說才要住伊麗莎白的山屋 我們要把背包搬上來山屋了 然後如果一個人我們是住房間 一個人就60歐 而且60歐包含晚餐跟明天的早餐 我覺得超多便宜的 這邊景色又這麼棒 遇到呂呂被東西上來 這邊請打開我們的房間 噠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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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噠噠噠 噠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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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是不是 噠噠 噠噠 我們的房間 好棒喔 是不是 再來再來看風景 再來看外面 對 只有我們 看窗外看窗外 快點看窗外 我的天啊 這也太幸運了 因為我剛才電話是年少嗎 明天就晚今天退房 開動 我們超幸運的 在這邊吃飯的是大家交了一天一起吃飯 好像圍桌 而現在下面下著大雨 好險我們沒有搭檔 我都會繼續走路 我剛剛看看窗外看 這個窗外太厲害了吧 竟然還有甜點耶 太厲害了 這邊我們的窗外廁的廁所非常高級 裡面有沙爾 可以洗澡 有熱水 一個人可以買一個硬幣 一個硬幣 有七升的水可以洗 然後外面還有吹風機 早餐時間 自助式早餐 早安吃完我們的超高級早餐之後呢 我要來總結一下前三天的法國區 其實第一天的話就是算是暖身 然後經過一些小城鎮 那第二天就是一路瘋狂的上升 那算是從比較低海白一千多公尺 慢慢走上兩千多公尺 所以是從越來越熱 然後慢慢有爬山的感覺到比較高海白一點 那第三天呢就是昨天非常的開心 一路有人跟我們說生日快樂 風景呢也比較像在台灣爬百月的感覺 一看出這個風景根本是一幅畫吧 那接下來呢就是等一下 也就是下一集 我們就要前往義大利的庫瑪爺兒 那就下一集見囉 This is alive 掰掰 走越下來越漂亮了 現在山上在下雪了 緊急狀況 我們現在已經抽完雨衣 衣服跟背包套了 現在山上在下雪了 所以我們決定呢 就做公社回去吧 所以我們決定呢